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对于这个没能出去看这个大海的朋友们呢 这里我尽量尽量给大家录一个最好最好听的这个大海的声音 那么今天我依然在这个槟城的这个巴都佛林基呢 跟大家进行这个录影 哇 看看这个大海 看看这个Watersport 那么今天是星期六的早上呢 还是都蛮多人在这个大海进行这个水上运动的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聊一聊 一个不可思议的新闻 就是昨天晚上公布的 昨天傍晚公布的 就是这个我们呢 雪隆地区呢 加上马六甲呢 哎呀 不可思议啊 如今呢 竟然是进入这个国家复苏计划的 第四阶段 哇 哎 曾经的这个 全国呢 疫情最严重最严重最严重的重灾区 现在呢 它进入这个第四阶段了 那么进入第四阶段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一个最好的参考指标 哎 就是学家要开课啊 就是等多14天呢 这个不管什么学校啊 中学小学 特别是小学呢 就要上课了 然后各行各月呢 基本上已经解锋到99%了 哎 怎么 奇怪啊 结果呢 你看很多州呢 还停留在第三阶段 槟城刚刚升级到第三阶段 但是呢 雪隆呢 竟然会进入第四阶段 哎呀 单单这个课题呢 就值得我们讨论了 那么其实今天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 哎 大家无论如何都记得啊 这个疫情呢 还是有在 病毒呢 还是有在 啊 无论怎样 什么情况都好呢 依然还是要小心 虽然虽然政府给大家 这样开放 这样公开 这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解锋 这么这么多的那个大方便 但是大家记得啊 目前呢 一切还是要小心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们的一个提醒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虽然我们的这个节目开车这么久呢 这个政府的政策有做的什么很不对的地方呢 我们从来我们都是这个快人快口的 直接去批评的嘛 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呢 我从来不用这个出口 当然这个平台有规则规定的 但是今天呢 我觉得还是要引用一个出口 但是为了避免一些问题呢 我只把这个粗话的前面两个字讲出来 第一个字叫S 然后中间点一个点 再一个H 用那个广东音乐语来念 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这个S H 好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样的出口呢 哎呀原因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政府呢 与这个人民呢 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那个宏沟啊 失调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在这里提醒大家 当政府叫你去堂食呢 你就赶快去堂食 你不去堂食呢 你真的是HESH 你还躲在家里呢 不去呢真的是HESH 我跟你讲啊 啊 当政府叫你去跨州呢 去旅游呢 去回家乡呢 你就快点去啊 你不去呢 你看到人家去呢 又是HESH 我跟你讲啊 哎呦 我跟你讲来到冰城这里呢 哎呦 这个酒店啊 人山人海 这个酒店呢 真的没有想到 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多人来啊 进度暂时状态啊 哎呦 人家整 整差不多半年啊 我们这次封城半年嘛 5月开始 就是 结果遇到了这个 报复性的这个旅游啊 那个 所有的这个HESH 根本都做到来不及啊 人家酒店标准是3点 要给人家进房间 很多 哇3点 他打仗了 简直就是打仗了 没有想到游客会这么多啊 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啊 然后我们看那些 云顶啊 云顶的那个餐厅啊 哇老喂 我跟你讲 人多到啊 差不多呢 全部人全部人都冲出去了 所以现在呢 搞到这样子呢 喂 留不出去的人呢 就真的是两个字给你罢了吗 SH吗 是不是 啊 哎呦 你看人家都出去这么这么久了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呢 以后啊 哎呀 这个政府讲什么了 哎呀 大家记得第一步第一步 你要 烧头像 去就对了 等下有一天呢 在昨天的我们节目讲呢 等下又跟你讲封城啊 又不可以啊 又不可以夸州啊 又不可以唐州啊 又不可以唐州啊 哇 你这次不去唐州呢 是不是又是那两个字给你 SH吗 是不是 哎呀 当人民是笨蛋啊 当人民是傻瓜嘛 是不是 啊 所以大家以后啊 讲起来的 还有 没办法配合配合一下政府的政策 那么这一轮呢 他真的来个大开放的 他真的来个大开放的 所以啊 我跟你讲啊 只要你是这个雪龙地区的人啊 马六甲啊 这些进入第四阶段啊 他现在政府给你开放啊 你如果啊 如果如果如果你 哎呀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两句话了 SH就对了啦 他叫你读书你就去读啊 叫你上学就去删啊 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就对了啦 等下 哪里只到有一天呢 又不能够啊 有一天他又封城了 有一天他又不给你做 啊 所以啊 真的真的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啊 你看 呃 其实前几天我都想哦 哎 各位家长们啊 快点啊 带孩子出来旅行啊 不要做那个SH啊 现在真的是这样子啊 现在还想旅行吗 哎呀 不可能了咯 零顶呢 我看你也上不了了 马六甲呢 哇 塞车塞到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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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呦 我跟你讲啊 那个我们新闻看到那个画面了 哎呦 现在你也别想去了 然后呢 如果呢 他14天之后开学呢 毕竟嘛 去旅游 我们自己 有一点点的那个风险管控啊 你去旅游也好 你回到学校上课 你最少来给自己隔离一个 哎 minimum 7天嘛 啊 没有14天啊 7天你自己要隔离一下才回学校上课嘛 所以你现在来不及了 啊 啊 你的牌子啊 家人啊 整家人 关在家里啊 关到 几个月之后呢 哎呦 连旅游都没有旅游到 然后就这样子呢 估计是11月 学校开学 又回去学校读书 哎呦 这个人生真的很没有意义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又是两个字 sh 就对了 啊 真的真的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你要明白啦 配合政府的政策啦 啊 趁现在安全的时候呢 真的真的真的 出来 选择安全的地方 来进行这个理由 那么今天我就换了一个地方啦 啊 来到昨天 昨天我是在那个金山嘛 那么今天在这个沙阳呢 啊 这个像格里拉的沙阳大酒店 那么这个酒店呢 真的真的是一个顶级 顶级五星色华酒店 他绝对可以成为 大马的标志 冰城的 这个地标 我跟你讲 他有多美呢 你们从这些画面就看到了 他 真的他每一个角度 啊 每一个角度呢 都是那么的美 所以那个 有玩IG的人呢 有拍照的人呢 哇 这里你看 一花一草一树木 通通通通都是呢 非常非常值得拍照的这个地方啊 所以啊大家 珍惜 这个来旅游的每一刻啊 那么来到这里之后呢 还有还发生一件事情啊 那个竟然有那个英文报的记者 他看到我们基隆坡人跨周下来呢 我还被他采访啊啊 他他主要他要写一篇那个 治水的报导 主要就是写 他说 哎你看基隆坡的人呢 雪隆的人呢 因为治水呢 逃离过来这个冰城跨周 哎呀刚好我就在这边 我就变成了他采访的材料 配合配合嘛 的确的确 我会提早来这个冰城呢 也是这个原因的啊 没办法啊 我们前几天治水 水现在差不多已经来到完了 但是呢 还是提早提早过来 那么这个是比较好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Plus Highway呢 据说呢 哎呦 已经很辛苦了 所以你前几天不去呢 现在真的是麻烦了 是不是 所以所以又是我刚才讲的这句话 真的他一开饭呢 你马上要去 不管他以后开饭什么 你马上要去 你不去呢 就是那个字 H 到时候人家去了 到时候全部人冲出来的 你什么也不用做了 对不对 好 那么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外景录制呢 那么我们就到这里 也给大家看了一下 这个冰城的这个 顶级的 地标级的这个酒店 所以将来来冰城呢 记得来住一住啊 或者呢你要接拜客人呢 你就接拜他进来 这里 这里绝对绝对的是好啊 好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所以呢 你看这个自从MVO开始呢 到现在呢 差不多这个 要两年了 人民呢 就被他们耍了这个两年了 两年了 跟你讲啦 哎呀 所以现在人民真的很聪明了 所以不做那个HES 跟HES了 现在聪明了 他一讲给你什么 人家马上冲去 马上坐 马上去了 不要再做笨蛋了 大家不要再给他耍了 不要再做那边笨蛋了 那么这些新闻很多 我们还是要赶快看一下 没有想到第一个走到终点的 竟然是这个雪龙地区 曾经啦 雪龙只是雪龙加起来 就一万多 超过现在一天 一天 昨天七天多 雪龙加起来就一万多 你们相信吗 现在雪龙呢 进入复苏计划的第四阶段了 真的是好到啦 我看可以成为全世界的一个 参考的那个例子 跟那个模范了 所以 从18号开始呢 就是这个雪龙地区 Clan Valley 这个马六甲呢 全部进入这个第四阶段 然后这里 Clan Vall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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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沙发呢 进入这个第三阶段 所以意味着 已经没有第一阶段 跟第二阶段了 所以全国呢 minimum 都在第三阶段 现在我在槟城 现在的槟城是第二阶段 但是 接下来18号过后呢 槟城就进入第三阶段 它就会有更大的开放 你看这个雪龙呢 富呢 马六甲呢 全部已经进入第四阶段了 所以 然后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就是现在你从国外回马呢 现在那个隔离期间 当然要打了一秒 又缩短到七天到那个十天 之前要隔离十四天的 所以现在它是鼓励人家出国啊 所以现在又不出国呢 又是那两句 又是HX和HD 所以它早早搞不好 它这么快开放出国 让我们都没有准备 如果准备好的话 真的 我们现在去嘛 现在没有去到 又是自己骂自己啊 哎呦 这样子判断死机那个错误 是不是 自己讲自己 就对了 所以 这次人民没有当杀活了 你看它第一天 现在就判断到380万辆车 已经上路了 然后呢 这个周末买法 星期五开始了 哇 塞车塞到啊 那么今天这个星期六 我不知道那个塞车的行情怎么样 它迟一点可能那个媒体会报导 那我们再给大家跟进 但是明天我回基隆坡呢 哎呀 我也不知道那个情况会怎么样 无法预测啊 因为预料很多人会在星期二 星期二才回来 星期二可能很多车 因为星期三可能不会 所以当然这个最重要就是呢 SOP要抓得准 但是还是有人没有打完疫苗呢 就跑去酒吧堂食 结果呢 六个顾客中两千了 别扯中一万 这里的新闻 这个冰城的 然后这个也是冰城的新闻 哎呀 你再问我怎么不去升旗山呢 哎呀 我跟你讲 我暂时不敢去 那么现在 因为我们要做这个风险领估嘛 我出来旅游呢 我最多待在这个度假村 这种比较安全的地方呢 这边刚才跟大家看到都很好了 我家里待一两天没问题嘛 这些人多的地方呢 你看 昨天那个缆车坏嘛 缆车坏150个人 就是人多到 因为平常太久没有人了 身体上太久没有人上去了 所以要一下子来站多人了 这样子 这么严重 一下子150个人 那么这个冰城的记者派的 这个冰城啊 这个就是广城啊 这个就是广仔角 在这里 那么这个是有足区 哎呀 你看有足区这里站多人啊 哎呀 现在我们不要讲有足 我们讲过了 我们不要讲有足摩华人固好华人嘛 那华人的记区怎样呢 去云顶放山看下 把这个梧桐在野 那大排店 整排店的餐馆 那边你自己看在华人去 到半夜两点 还有人在那边吃东西 还有人在那边live给大家看 满了 满到现在那个警方 要调动大量的警力呢 去云顶放山了 哎呀 去维持那个秩序了啊 所以整体来讲呢 这个数据这个是昨天的那个数据 星期五公布的 那么 因为接下来是周末 假期的估计 大家心里准备 它会跌到更多 所以估计 快六礼拜过后 他六千啊 五千啊 四千啊 都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数据方面呢 会继续的给大家 跟进 所以讲到这里呢 那么大家已经跨走了嘛 你已经回乡去看你的父母 看你的那个家人了嘛 只要你父母还有在的话呢 这时候的确你应该要回乡的 因为我觉得啦 每个人嘛 你的家乡嘛 家乡的一草一木 每一个路 每一个路 每一个路供 每一个角落 你都很熟悉 你为什么会不赶回去呢 啊 你不要受一些 太多那些负面的影响的 自己的家乡 自己在家乡 现在长大了 几十年了 怎么不赶回去呢 那么当然要讲风险 你如果这时候 跨州回家乡呢 只有一个风险 那个风险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罢了 唯一风险就是你自己嘛 就是你把病毒带回家乡 然后搞很大的疫情出来 所以你听懂的人 你要自己做好那个试 自己快晒也好 还是做一个PCR 什么去才回乡嘛 确定自己 不是那颗人形炸弹 确定自己是安全的 那么回到家乡是安全的 因为你很清楚知道 你的家乡到底安全不安全嘛 对嘛 自己长大的地方嘛 自己父母有在的地方嘛 所以既然有机会 跟父母团聚呢 这个是 大家一定要的 好好跟父母吃一餐啊 好好陪伴父母啊 回到自己的家乡啊 这场大灾难之中呢 大家都是幸存者的 幸存者 能够互相的再次见面 这个是非常感人的 所以大家记得 永远的人性要放在地义 没有了人性的话呢 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不再美好 那么这个世界呢 也就会走向这个片极的那个机关 他只会继续的 在这个败坏 那么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更新的消息呢 我相信那个数据过两天 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喜 到时再给大家 继续更新 那么 记得如果你现在还来得及出去的话呢 去享受 your holiday 因为要开学了 真的真的真的 你如果现在 你学校要开学了 你现在还不争计这几天的 最后的假期去的话 那两个字 X跟H 哎呀 算了吧 人名给他搞了2年了 是不是 好 我们下回再见